第一次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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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龍隊 重組之後其實 心裡面是滿興奮的 也覺得很不可思議這樣 不過兩個禮拜之前 選手進來之後 我發現那種興奮 那種已經不見了 我覺得接下來的心裡的感受就是 責任啦 那怎麼樣把龍隊過去的 文化精神 然後帶給這些現代的球員 我想這是我們目前 比較大的責任 選手的會場 四 一 一 打球給你 對 感謝葉總給我這個機會 我覺得老天自己有自己安排 所以從沒有我又來到這裡 就是一個緣分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更珍惜 在球場上打球的每一天 然後就把自己所知道所覺得 再傳授給這些學弟們 我覺得就是以身做著 然後把我該做做給他們看 然後我們教練團 還有我們幾個比較資深的神伴 我們就是一直灌注他們的信心 然後對自己有自信 所以一定會打出好成績 我們這個月基本上就是幾能級 那我覺得業餘學生跟職棒的 訓練狀況其實是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兩個禮拜的觀察下 選手非常投入 但是不少人都練習練到2 那在9月開始我們就會有一些 戰術上的訓練 技術上的訓練 那大概會為期大概 也是大概一個月 然後結束之後我們就會有一連串的 訓練交流賽訓練比賽 那當然還是最希望是說 年底的東聯 我們希望是可以參與這樣子